八八風災不只讓資本溫泉區受創 其實在金輪溫泉區也是如此的嚴重 而且當地民眾也向本台反映 不知為何在金輪溫泉區又按合體的興建工程 過了許久仍然未見玩具 讓金輪溫泉區的居民擔憂 而且也有許多農地尚未規劃復耕 以影響民眾的生計 現在我們記者來到的地方是金輪的溫泉區 說這邊自從八八風災之後 它其實整個是受到很嚴重的重創 但是到了隔了幾年之後 好像這邊的重建工程 進度似乎有點不盡理想 那我們就來聽聽民眾是怎麼說 進度實在太緩慢了 因為這次又是沒以繼續颱風的季節 有一些部分提防八八水災之後被沖毀的 都還沒有去做這個補強或是做這個提防 都還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的村民 覺得沒有什麼安全感這樣 覺得怕怕的 當地居民都有向有關單位反映 但仍然無法得知 該興建工程何時定案 動態新聞 楊國柱 杜茲根 金輪採訪報導 桃 Von 杜茲根 震者 馬 杜茲 與 杜茲 杜茲 杜茲法審水